网络疯传的这一段动画影片 内容是说彰化线某宫庙的法师 每天写新鲜符咒 送到生计工厂 还经过奈米技术研磨及时包装 里头添加了防角人等 九大符咒研磨成的粉末 号称性正可以吃得健康 还可以得到神明的保佑 片尾旁白还逗吃地表示 服用过量可能会看到亡灵 搞笑影片爆红 虽然彰化线卫生局认定不违法 但也提醒内容通通都是虚构的 大家千万别当真 公庙法师请起做法 请来九天旋旅 太上老君酱肉绘资神力 主打每天冒食所写的新鲜符咒 直送生计工厂 限收限磨 确保符咒从符头到符档 每寸法力都完全保存下来 不流失 另外跟添加防小人等九大符咒 全采用草本制作 大人婴儿都适合 防小人的啦 长高啦 这款汉方草本符咒影 怎么喝影片有介绍订购还送你 精神高酒杯一个 但是要注意别喝太多 注意本产品不用过量可能会看到网绵 两分多钟的动画影片 诉求防疫期间在家 也可以吃得健康又得到神明不必 搭上疫情和宫庙时事 更结合超local的配音 最近在网渡疯传 应该是搞笑的啦 民众觉得好笑专业机身也觉得是种另类宣传 但是不要太过迷信 经过追查影片中的慈心宫根本不在彰化县 台中南投甚至云林高雄都有同名的公庙 彰化县政府卫生局也认定是搞笑影片不违法 判定它是属于搞笑性质 所以不违反医疗相关法规 动画影片反奉迷信 单纯伯君一笑 民众看看笑事就好 可别当真 借到我们真话 差不多